剛剛看到的是川普直接槓上香港鳳凰衛視的記者 他在美國開記者會的時候槓記者不是新聞 但是槓上香港鳳凰衛視 這恐怕也意味著美中關係未來仍然有變化 可是這個老王同一時間 那確實中國的所有行徑 也引來了全球的不滿 然後可是昨天呢 美國人在拼的是檢測 然後拼的是紓困 然後拼的是經濟跟稻窮的反彈 隨著疫情跟這個就是告一段落之後 慢慢慢慢開始告一段落之後 川普要為他的下一步路 也就是美中關係開始鋪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昨天川普的律師就出來講 其實我們在更早之前 其實在週末的時候 美國就已經定調這是一個珍珠港時刻 那現在川普律師只是回應這個珍珠港時刻 告訴大家說 這是涉及到一擊謀殺 怎麼這麼嚴重呢 那就因為他認為 中共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一月份是二月初的時候 禁止了相關口罩商 尤其是美國這種水煙大廠 在當中國當地生產這些口罩 他禁止他出口 那他等於說你把這些物資淨下來 那你不就涉及是謀殺嗎 所以他其實這律師跟這個川普 一步一步在鋪陳 就是在等到疫情真的告一段落之後 我認為這個美國會對中共 有進一步去要求說擴大賠償 甚至是發動另一波 這個所謂的經濟戰爭的必要 那我們往下看 中共他就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調查說 如果你去美國可以求償的話 求償的金額是高達33兆 這個可能會讓這個中共當局吃不完兜著走 那有沒有基於這個禮物 他們去訪問了這些三照 CM這些口罩廠 像我這裡 這個我是之前疫情爆發 所以我今天帶來這個CM的口罩 這個現在要買可能比較難 因為已經中國當地生產的口罩 就不能出口了 美國現在川普也要求他不能出口 而且也達成這個協議說 CM要提供給川普 一億以上的這個口罩 那這個口罩 到底這個口罩禁止之後 是一個謀殺的安件 其實正好未來 美國將會朝這個方向 你控制我這個疫情 這個物資沒辦法出口 我當然會去跟你索賠 那你往下看 葉倫昨天在昨天有講話 他講了什麼 他說美國的Q2GDP 至少要下滑多少 下滑30% 重點是在他告訴大家 失業率會超過13% 我們昨天說了 美國國會的這個預算總局 告訴大家說失業率可能10% 葉倫過去擔任過聯準會主席 他看得更悲觀 他告訴大家 可能會超過這個13% 那他提醒 因為很多人會認為 美國經濟會不會隨著疫情的一結束 就出現了V型反轉 尤其是最近股市的大漲 剛才冠軍提到 股市昨天又漲1600點 大家會認為 能不能出現V型反轉 葉倫告訴大家 要看五月 這波疫情到了五月 能不能得到控制 如果五月可以得到控制 那才有V型反轉的可能 那華爾街 華爾日報他有寫了 目前以這個整個美國 到處很多州都實施全程 封鎖的情況之下 有四分之一的經濟活動 目前是陷入停擺 其實昨天我們告訴大家 很多商店要關 很多中小企業嘛 要嘛這兩個禮拜撐得下去 有四成可以撐下去 如果再過兩個禮拜 連這僅存了四成 43%的中小企業 也要宣布暫停營業 所以目前大概四分之一 你要想像 四分之一的經濟的停擺 那換算成這就業人數的話 可能就遠遠就有機會來到 10%的失業率 那想到失業率 我們再來看中國的失業率的部分 其實這個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 他們46萬家的這個企業 申請這個暫停營業 或是申請倒閉 那失業人口的話 官方的統計呢 是500萬 不過有500萬 很少耶 如果是就業人口 再算上這個500萬 其實很少 可是有專家就告訴大家 這一份的統計 沒有把那些因為這個當地封城 沒辦法回去的呢 列入這個失業率 事實上如果你說 他封城封了一個月之後 你覺得他可能再回去工作嗎 很難嘛 所以如果你把這些人口 也加進來失業率的話 實質的失業率 可能超過兩億啦 那昨天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瑞幸咖啡造假嘛 我們今天還會講這個嘛 所以你覺得那個500萬 那個失業到底是真的假的 留給觀眾繼續判斷 那我們看到這個渾水 其實在2月份的時候 就發過一篇報告 就說那個瑞幸咖啡 就說匿名的報告 匿名的放空報告 那我們可以看他過去那個渾水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放空機構 他放空過了中概股 我這個故事就要從2011年來開始講 2011年開始出具一份報告 叫綠諾國際 這個是中國大連去上市的一個公司 然後當時他就說 他這個財務可能有問題 所以控的報告 你可以發現右邊那個綠色那個部分 就是他做空的股票 其實都大獲全勝 只有一檔 只有一檔反彈了10倍 其他全部都是大獲全勝 也就是說 而且這全部都中概股 那渾水其實每一個都是針對他的財務報表去做抽絲撥減 所以你說中國中概股在202010年年底到2011年 當時渾水拼命做空 你會發現那個日期很集中 在2011年 當時就引起美國當時監管會 如果你是中國來要升級上市要多兩個月的審查 然後當時也出現了很多中國企業IPO暫停 而且還甚至引發這些退市場 因為你看很多被渾水報告是全部下市了 那所以這樣子 所以渾水放空的命中率高達九成以上 非常大 非常高 而且他很大 他很喜歡鎖定中概股去放空 那我這次像瑞幸咖啡 那這個瑞幸咖啡現在要爆出這個假賬疑 對不對 會不會重演當時2010年開始有一家這個綠諾國際爆出來之後 後面的連續的效應 因為中國的美國監管單位會緊張啊 那你這些我需要拿出來看一下 你們這些財務報告嘛 那渾水成功了 其他家的這個放空機構會不會也來鎖定 值得大家去觀察 那我告訴大家 近幾年中國企業赴美的這個加速 你可以發現經過了2010年到2011年 我說當時是一個很密集的一個中國的企業退市場之後 後來就大概維持在十幾家左右 可是到川普 有趣是川普上選上選之後不是在打美中貿易戰嗎 我覺得這是另類的貿易戰喔 是中國企業的反撲喔 川普在表面上在打貿易戰 中國企業就回頭過去美國怎樣 割美國散戶的韭菜 所以你可以發現2017 2018 2019 反而中國企業到美國這個復美IPO的這個加速是一路大增的 超過100家 對啊 這三年超過100家 所以後來我們去年不是討論到 後來川普才突然有個政策想說 唉呦這些企業來美國割我們韭菜 我要開始禁止他喔 因為川普自己發現 唉呦我表面上在禁止你華為喔 但是你怎麼一堆來我這邊割韭菜 所以這算是另類的戰爭啦 那往下看我剛才講了瑞幸咖啡的事情 我個人會影響到這一波 就是這是2020幫大家統計 2020準備要去 就現在今年要去美國掛牌的公司 一長串啦 反正大家都看到錢在那裡 不割很難過 那我認為這些公司目前這個態勢可能會暫緩啊 有機會像2011年2011年那個時候退市潮 大家可以持續觀察啦 那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這個是全為什麼大家喜歡到美國去掛牌啊 我們看全球交易市值 全球交易所 紐約證券交易所幾萬億 將近23萬億美元的市值啊 那納斯達克也是排名第二 你看自己上海上海 我們知道上海的交易所市值也很高 可是跟遠遠跟這種紐約跟納斯達克交易所來比 遠遠是比不上了 這為什麼很多中國企業要把自己拱上這個地位呢 那你往下看下去 這是2019年到美國IPO的金額 你可以發現瑞幸咖啡 瑞幸咖啡就在上面有看到嗎 瑞幸咖啡是5.6億美元的融資金額 到那邊IPO好不好賺 當然好賺嘛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是2019的 我想想2019瑞幸咖啡 那融資第二名都有機會造假了 我問你其他小家人 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好我們來看看愛奇藝 對這是2018年的 愛奇藝拼多多未來汽車 這些是2018年IPO金額超高的 都二十幾億美元 十幾億美元 大家知道他的笑場是怎樣嗎 我們往下看下一張圖 我們先打個操 這幾個都是知名的新創科技 独角獸 然後號稱中國独角獸 然後都有電子平台 但是電子平台到底獲利是多少 是個問號 瑞幸咖啡也是嘛 瑞幸咖啡後來江湖謠傳說 渾水還去瑞幸的店面數一數 數來客數 然後數營業額 數一數怎麼兜都兜不出瑞幸交出來的財務報表 所以呢瑞幸事實上非常明確就是一個假賬 對 就是做假賬的公司 他們自己公司還承認說做假賬 那現在中國做假賬已經做出全球之名 對 對 因為這一次的確診大家覺得做假賬啊 然後案例大家覺得做假賬啊 然後送到歐洲送到英國的一大堆醫療器材 大家覺得不符合規格啊 對 那照這樣的全球發展只有瑞幸一家嗎 絕對不會只有瑞幸一家 那渾水跟華爾街的投資人會不會盯我們手上這些 所以我昨天有講到盧比歐已經開始注意到這件事情 他又說為什麼MFCI中國支出去年納入了幾百家的中國公司 這些難道不用好好核准嗎 因為你如果這些公司你不好好看過的話不好好核准 其實你是把美國很多人的退休金去壓在這些財務不明的公司 那我們看右邊 這是中國當地他們自己的新聞報導列出來 他列2019年中國十大虧損的新經濟公司 他們自己中國自己列的 他列出來前幾名 你看前幾名是誰 前幾名是未來汽車 等一下各位觀眾 我們老王報地雷名單 中國自己公告的虧損公司 而且是新經濟的虧損 第一名未來汽車 第二名愛奇異 這個到美國弄了二十多億美金 還有拼多多 關姐這前三名就是剛才那一張IPO的前三名 對 IPO前三名也是虧損前三名 我們再給大家一下地雷 還有一個去頭條 瑞幸咖啡 對 瑞幸咖啡在上面 然後咖哩咖哩 對然後蘑菇街 還有網易有道 還有這個絕霸 這裡頭都是互聯網平台跟電子平台的 對 有些人會想說虧損就是像當初亞馬遜不是也是虧損嗎 我們是給他機會 可是你要想啊 這個虧損的情況是持續多了 像未來氣色已經虧損幾季了你知道嗎 而且他的規模一直在擴大一直在虧損的話 其實你要擔心更何況最重要的 他們虧損情況下他們也去IPO 也弄到了錢了 那你就要更擔心這個營業狀況 如果沒起來 住資募資的這麼多錢還上不來的話 那就是真的是有機會是地雷 亞馬遜是虧損完之後有獲利 但是有些地雷股是虧損相連到天邊 就像你送到ICU 有些人會活著出來 有些人會送太平間 我們稍後回來